你快走 快离开快离开 我不要你做我的老师 现在就走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要赶我走 心灵之力 不要 不行 眼镜老师已经消失了 你们不能反悔了 不能反悔了 不是你们让眼镜老师消失的吗 怎么又反悔了 因为 回去把这个字重写一千遍 一千遍 好多啊 老师我不想写 不行 你必须写 写不完不许回家 我想回家吃饭 不是吧 眼镜老师让你写一千遍 你还想让他回来 不是 眼镜老师不是这样的 是我误会他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粗心 只有这样 他才能写对这个字 我也不想这样 还是先给孩子做饭吧 饿着肚子就不好了 小雪 你妈妈给你带来了饭 快吃吧 吃完再写 还是妈妈 真好吃 真好吃 我以为那个饭是妈妈所来的 回了家我妈妈才知道是老师送的 我错了 天天老师是个好老师 我要去找他 那你呢小辈 你怎么也反悔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小辈 你能不能帮老师写一下毛笔字 为什么呀老师 我要去参加毛笔字考试 好麻烦啊 你就帮帮老师吧 好吧 太搞了 谢谢你小辈 把他们都写完啊 我要写这么多啊 不是吧 眼镜老师居然让你给他写 自己的事情 你该自己做 他这样是不对的 不是这样的 小辈实在是太懒了 不练习写毛笔字 现在写得越来越丑了 我来想办法 你必让小辈 多多练习毛笔字 太好了 谢谢你眼镜老师 原来眼镜老师 是想让你多练习毛笔字 才这样的 是啊 我错过眼镜老师了 不行 我要去找眼镜老师盗窃 大宝熊妹 你们为什么要让眼镜老师消失 是这样的 你发开我的小熊 就不就我 我也要玩 你就玩的 我不玩 我就要玩 你们都给我住手 好啊 你们居然因为一只小熊吵架 小熊没收了 眼镜老师怎么能没收你的小熊呢 这样是不对的 不是这样的 老师后来还给我了 还是不想让我们两个抢来抢去 所以才没收的 那大宝为什么讨厌眼镜老师 老师抢走小熊 我就不能玩了 但是 他专门给我买了一只小熊 后来我学习一进步 眼镜老师马上就给我了 那眼镜老师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啊 眼镜老师 你快回来吧 我们找不到眼镜老师 怎么办啊 我有办法 你快说 眼镜老师很喜欢小孩子 只要有很多的小孩子 来找眼镜老师玩 他肯定会回来的 那真是太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快帮帮我们 快来评论区找我们玩吧 只要眼镜老师看到了 一定就会回来的 谢谢大家